一个个巧克力棒被机器快速吐出,虽然食之无味,却能用于燃烧,你知道这是什么吗? 河北小伙经常看到自己家附近的木材机械厂,因加工木材而产生大量的木屑,无法及时处理的木屑堆积在门口,不仅造成浪费,还会污染环境。 为了能让废物再利用,他发明了一款木屑颗粒机,木屑颗粒机生产出来的木屑颗粒,可以作为一种生物燃料。 经过专家测试,木屑颗粒燃烧产生的硫仅是煤炭的十分之一,不仅燃烧率高,还更加的节能环保。 新型木屑机采用力士环膜出料,将孔增加至520个,大大增加了出料的数量。 为了确保木屑颗粒的长短能达到4-5公分,放慢了切刀的速度,由原来的每分钟96转减少至25转,又将切刀增加至6个,是原来的3倍,能确保木屑颗粒产出不受影响。 增加时间控制器,可自动给机器扎轮加油,避免因人工疏忽而出现堵塞的问题。 它的木屑颗粒机不仅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,还避免传统机器需要人工筛分产生大量的阳塵,可能造成人体的损害。 新型木屑颗粒机还可以对节感、瓜子皮等多种类的加工。 成本低,价值大,可以为用户节省大量燃料费,为它的发明点赞。